主料,米饭拌完,培根五根,辅料,橄榄油,盐,小香葱一根,黑芝麻,准备时间,10到20分钟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准备好原料,把黑芝麻和小香葱立洒入米饭中,加入适量的盐,搅拌均匀,培根一切二,把米饭团成小圆团,放入培根上面,把培根压实,捡起来, 排放在烤盘中,烤箱越远200度,上下火,中层15分钟左右即可,捉路时撒些黑芝麻点最下即可,成品,烹饭技巧,米饭里面放盐,一定不要放多了,因为培根本身也是咸的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